我们接下来就要持续来关注到台湾的网红晚安小鸡 他是夜闯了柬埔寨诈骗园区直播 宣称遭人凌虐喜劫 那刑事局也证实了他涉嫌散布不实讯息 已经被检国的警方给拘留了 那网路上其实也流出了晚安小鸡 他当时被逮捕的一个画面 身旁的男子正是跟晚安小鸡老婆说 要去救小鸡的好友阿闹 所以从网路上流出的被捕画面 就可以看到了晚安小鸡疑似是在饭店的房间 被警方找上门了坐在墙角 他是一脸无奈身旁戴眼镜的阿闹 手上呢两个人是拿着一件黑色的T恤 跪在地上似乎是在跟警方交代证物 那晚安小鸡也被质疑完全是作假的时候 阿闹当时还跳出来驳斥说 不会拿生命去开玩笑 但是想不到如今两个人是一起被逮捕了 那根据柬埔寨警方调查 晚安小鸡所发布的影片都是造假的 那警方也发现 他从入境柬埔寨机场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故意制造一些话题 引导网友对柬埔寨产生误解 那柬埔寨警方也预计在今天下午 他们要召开记者会 针对这起事件做出说明 灵异探险系网红晚安小鸡 自称在柬埔寨西港诈骗园区开直播 过程中疑似遭军装保全活呆 隔天又上演狼狈脱逃 对不起爱婆 对不起我妈 对不起你们 如今却被眼见网友比对建筑 发现12号白天他直播的诈骗园区 只是一般马路旁 12号晚上闯入的建筑 也只是赌场工地 最后逃离的背景篱笆也都在周围 实际看地图 从探险的园区到逃亡的篱笆 一旁就是整块度假酒店 网友质疑为何没有进饭店求救 令人匪夷所思 你真的后面人家拿刀拿枪追你 你早就X的东西X 你好像这样跑了 真的是很好笑 考验大家的这个 智商啦好不好 馆长看不下去提出质疑 网红凤梨也发文痛批 不要为了流量去做一些闹缺的事 一点都不好笑 现在晚安小鸡真的麻烦大了 西港省长郭宗朗 在脸书公布晚安小鸡照片 住民看到此人请联系 当地警方也表示 他并未遭到殴打或抢劫 五国刑事局证实 晚安小鸡遭当地警方带毁 晚安小鸡涉及到散布不实罪 以及毁谤的罪名 法律程序上面 晚安小鸡仍然会在柬埔寨 被警方来做询问 在柬埔寨的法院来接受审判 判刑确定执行完毕 才会驱逐租金 依先前案例 柬埔寨警方可能以煽动歧视 提供虚假申报 以及非法干涉 公共职能之刑史罪 这三条罪名最重都可处 两到三年有期徒刑 想探险踢爆非法园区转流量 殊不知自己无视他国法律 持上刑事罪名 还让自己流落一箱 结果张正明才深层报道 不过到目前为止 整起案件还是疑点重重 柬埔寨当局就指出说了 晚安小鸡现在已经是被警方给拘留了 并且证实他并没有被殴打 或者是抢劫 那么又有网友发现说了 晚安小鸡他的脸书粉砖 已经随之消失了